如果你曾经在海边生活的话,应该会知道有时在经过暴风肆虐过的沙滩上会留下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东西。 虽然大部分是丢到海里的垃圾,但不时也会发现遭难的船或小艇所留下来的行李。 但有一些发现会令人们惊讶不已。 当这些不可思议的物体出现在海滩上时,会让人觉得简直就像是海神波赛顿在跟我们开玩笑。 大家好,我想观众们已经发现了,这次的Top10的影片将要介绍被打上海边的神秘漂流物。 那么请泡杯茶,在沙发上好好放松。 准备好的话,就请跟我们一起探访这次的主题吧。 巨大管线 诺福克 根据BBC的报道,2017年8月10日,英国诺福克州沿海地的居民在海边发现了不可思议的物体。 那就是树根长达480公尺,直径2.4公尺的超巨大管线。 从外表来看,这些管线是由像铁一样沉重的金属所制成的,这也加深了谜团。 因为如果是这么大块的金属,就连海啸应该也很难将它掀起,而普通的海浪更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顺便一提,发现管线的前天晚上的海面相当平静。 地方政府立刻冷静下来,并开始着手调查事情的起因。 他们立刻就发现管线是由塑胶,而不是由金属所制成的。 如果管线是塑胶制的话,他们就有办法长时间浮在海面上了。 于是,第一个谜团成功解开了。 而他们最终也成功追踪到这份意外的礼物是从哪里飘来的。 在7月18日午夜至7月19日之间,斯堪迪纳维亚半岛的北方海域发生了一起意外事故。 一艘船正朝着阿尔基利亚前进,准备将当地电力发电厂所需要的管线拖到当地。 当这艘船离开了挪威的苏鲁纳达尔镇之后,与一艘冰岛的货柜船相撞。 因此,人们推测在当时一部分的管线流入了海中。 不过,在被打上英国的海岸之前,这些管线已经在海面上漂流了三周。 他们之后被运到洛斯托夫特港,并从那里被送回挪威。 原以为不见的商品竟然能够毫发无伤地巡回,想必县的制造公司也松了一口气吧。 真是个圆满的大结局。 巨大的乐高玩具 巨大的管线被冲上沙滩虽然看似有趣,但好像又有些普通。 那么胸前写着No real than you are, the巨大乐高玩具又如何呢? 2007年,正是在荷兰的赞德沃特海岸发现了这么一个迷人的物体。 一年多之后,2018年10月31日,在英国的布莱顿的海滩上也发现了同样形状的巨大乐高男孩。 虽然不知道这个乐高玩具的来历,但当地人认为他一定是从荷兰漂流过来的。 而在2011年,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人们在佛罗里德州的西埃斯特基海滩上发现了另一个巨人。 这个巨人的胸前也自信满满地写着No real than you are。 人们最初以为这是来自当地不远的奥兰多附近的乐高主题公园内部。 不过乐高主题乐园却否定了这个说法。 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 难道巨大乐高玩具们开始革命了吗? 难道他们忽然拥有了知性,决定在海滩好好休憩一番,于是从主题公园逃出了吗? 答案是No。 事实相当地单纯。 解谜的关键是漂流在佛罗里德州上的乐高玩具背后的签名——艾哥·伦纳德。 这是一位荷兰雕刻家的名字,其本名不详。 他经常创作出与流行玩具相似的真人大小的雕刻。 这些神秘的漂流物经常在艾哥·伦纳德出席展览或艺术节之后在当地周围地区被发现。 很明显地,这个古怪的荷兰人即由这样的行为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而他的计划也相当成功。 顺道一提,2011年以后,艾哥的作品也多次出现在海滩,但再也没有引起跟之前一样的轰动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士兵的信件 在神秘的管线以及艺术家的破天荒行动之后,我们想介绍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 那是在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时期所写下的,一位士兵的信件。 这个战争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2012年10月,在飓风山敌离开的隔天,一位新泽西的14岁男孩在海边散步时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物体。 那是一个老旧的箱子。 令人惊讶的是,打开之后在箱子里发现了保存状态良好的五十七封信。 那是一位名叫陶勒斯法罗的女性,与一位来自福蒙特州的年轻人林恩·法纳姆的互相交流的信件。 林恩·法纳姆参加过发生在太平洋地区的战争。 信件内容描述了从1942年林恩被应召入伍到战后1948年的两人的生活。 最后一封信也提到了即将在一周后举行的婚礼。 当时似乎有着在结婚时,新娘为了祈求之后的幸福,将过往的信件投入海底的习俗。 之后,新泽西的少年与她的母亲也寻找到了这些信件的主人。 然后他们发现,虽然信件中的丈夫已经于1991年去世,但是陶勒斯仍旧还活着。 于是,这些封存着珍贵记忆的信件也回到了陶勒斯的身边。 如何?是个让人感动的故事吧? 数千块碎玻璃,加利福尼亚,格拉斯海滩。 在海边散步时,很多人都会不经意地收集五颜六色的石头和光滑的海玻璃。 学者认为,这是与原类亲近的人类祖先遗留给我们的古老本能。 这一点和大猩猩有点相似呢? 那么,如果有一面海滩,上面洒满了海玻璃呢? 大家想必都会感到很开心吧? 位于布雷格岛这个海滩,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的垃圾厂。 玻璃瓶,老旧的冰箱,甚至是汽车,奇形怪状的东西都被丢在这里。 1967年,海滩被封闭,而垃圾山也被清除了,但清理海滩并不代表海底的垃圾也被移除了。 海中还残留着大量的垃圾,主要是碎玻璃。 而海滩在人们的努力下逐渐变得干净,作为垃圾厂的过去也已经被遗忘。 因此,在1980年代后半,当大海带来大量闪闪发亮的石头时,人们一定感到非常惊讶吧。 那些是过去消失在海洋中的碎玻璃。 经过多年水的打磨过后,它们变成了令人难以忘怀的美丽姿态。 随着时间过去,越来越多的海玻璃被冲上沙滩。 到现在,海滩已经完全被海玻璃所铺满,也被人们称之为玻璃沙滩、格拉斯海滩。 人类所丢弃的垃圾经过自然的洗礼,转变为真正的艺术作品。 而现今,玻璃海滩是麦凯利·歇尔周历公园的一部分。 1880年代,这里已经成为了热门景点,而在现代,它被公认为镇上的热门景点。 每天都约有千人以上的观光客造访此地。 当地人利用色彩斑斓的海玻璃制作,并贩卖各种纪念品。 虽然还有其他有趣的内容,但由于时间到了,这次影片就先到这里。 谢谢你们观看这个影片。 你们觉得这一次的主题如何呢? 如果大家反应不错的话,我们也可以在下一支影片介绍橡皮鸭。 自1992年,从货柜船逃脱以来,它们就不断地出现在各地的海岸上。 或者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几乎隔一段时间就会被冲上岸的耐克球鞋的问题。 因此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的话,我们也会制作续集的。 要如何反映喜好呢? 答案很简单。 请帮我们的影片按赞并分享给你们的朋友。 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还请期待我们下一支影片。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